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几天到的四千只鸡苗 现在控制的挺好的 成活鱼到现在为止的话还算不错 只是有一点若苗 这是正常的 不知道有没有 跟我们一样到这种荒山 大山里面 然后散养童鸡的朋友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预防 防鼠狼 跟这种小鸡 若鸡 小鸡应鸡的 像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东西 等一下拍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小型序 一个小音箱 因为我们的鸡 一脱温 我们标准脱温是21天 但是我们都会养到30天 30天之后我们就会直接放到 我后面这个山里面 在后面全是茶树鸡 像这个音乐其实挺好的 说白了也是一种噪音 对于我们来说 听的歌挺舒服的 就是让鸡 来适应各种噪音 这样的话 就算你有特别的一种声音的话 那个鸡群呢 也不会马上产生巨大的反应 再加上我们这山上 晚上有很多野味 比如说黄鼠狼 像这类东西 我们之前就 这鸡棚 两个鸡棚 我们全部每天晚上都在放音乐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 很少发现有黄鼠狼咬鸡的 有可能会有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真的还没找到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音乐 到山上放这种声音的话 还是有好处 所以我们的鸡苗 差不多在第一天 到了之后 就开把音乐给它放起了 放的比较小 等到三四天之后 这个音声音的 会调得越来越大 不知道同行朋友们 有没有跟鸡放音乐 我个人认为 放点音乐有好处 因为毕竟是散养鸡嘛 比如说 有些过节的时候 清明节啊 炸鞭炮啊 人家来拜山的 像我们的鸡 放什么一点点鞭炮 根本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可能这就是长期的噪音 让它们已经适应了 再加上晚上啊 对于野物来说 还是有一点点的震慑性 对于野物来说 好